好 一起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应该有感受到空气品质真的好糟糕 一片雾茫茫的 几乎快要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们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这几天一直到下周一 都是维持这样子天气状况 空气品质比较差的状况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很关心天气 我们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到 其实明天一整天感受起来 都跟今天是差不多的 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说在白天 有阳光出来的时候会比较温暖 但是入夜之后 会受到这个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温度比较低 日夜温差最大都会来到十几度以上 所以建议大家早出晚归 要记得多戴外套 至于降雨的部分 我们从雨区暴图上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今天可以说几乎都没有降雨 但是到了明天 大致上也是差不多的 只有在东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震雨 但是其实范围都不是太大的 而这样天气形态 预计会到下周一 之后就会有东北季风增强 而且预计在小年夜的部分 还会有降雨 到时候天气状况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稳定了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赶在年前 好好地把这个衣服洗洗晒晒 接下来带您关心 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明天在北部地区 基隆 台北跟新北 都是寝道多云的天气温度 是17到27度 接下来看到的是 在桃园 新竹跟苗栗 同样都是晴朗的天气温度 是14到23度 往中部走 台中 彰化跟南投 都是寝道多云的天气温度 是15到27度 云林嘉义跟台南 一样是晴朗的天气温度 是14到25度之夜温差大 至于在高平地区 明天同样见得到阳光 温度是16到29度 屏东的白天比较热一点 东部地区 宜兰 换了一个台东 晴朗的天气温度是16到25度 至于外岛地区 明天在澎湖的部分 云量比较多 马祖跟金门是晴道多 云马祖的温度还是偏低 是13到18度 明天在澎湖的地区 明天在澎湖上